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大家好 這件事我想很多觀眾跟我一樣 香港人在睡覺睡夢都笑我出來 這件紅衛文 生日宴的醜聞就越鬧越大 現在整個政府總部和立法會都有機會搬到竹高灣開會 然後衛生防護中心出來見記者 將出席的170個 洪衛文50多歲或53歲 生日宴 全部都列為 緊密接觸者 全部都要去竹高灣隔離檢疫21天 原因是什麼原因就不單止有一個 其實不是少女三十多歲 現在發現到大概是 九點半前到 不單止一個確診 還有另外香港電台的普通話台的員工都確診 他早點到又走了又再回去 令到那裏所有的賓客都有機會 成為緊密接觸者 於是他170人 下令進入竹高灣 進行強制的檢疫 有什麼人呢 不搬進去就不行了 如果數了那麼多人 主要官員 包括被林鄭點名 說對他很失望 會採取行動 民政事務局局長 徐英偉 然後幾類部隊 蕭澤宜 警務處長歐家宏 入境處長白 尹錄廉政專員 再加上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局長 許正宇 政事務局副局局長 胡建物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智 還有一堆 政治助理等等 不算 立法會議員有很多新丁 有些舊人 有十幾個 好像有十九二十個 全部都要去檢疫 數給大家聽 有些我不懂 看到名字 對不到樣子 陸漢文 陳仲利 鴻敏 這個認識 郭佩帆 蓉海恩 陳家佩 何君堯 林信潮 譚岳恒 郭麗玲 陳佩良 黎棟郭 葉劉 那個黨的副主席 周文港 林林 楊毓 吳 杰莊 邱達根 霍啟江 郭偉強 很大隻 拉跌別人的 郭偉強 全部都要去逐高灣 我想 如果那麼多政府官員加上立法會員去逐高灣 最好就是 林鄭 梁君堯 梁君彥 移船就陷 進去開會 最重要的 他們進去開會的時候記得帶國徽和區徽進去 是不是 要放在這個 不知什麼地方 我沒有進去逐高灣 好像 最近的火食會好一點 進去過21天 都幾個人 你當作度假 當然有些人說 不一定要進去 現在是時像 當時疫症很厲害的時候 他們都不開會 都不在立法會開會 都是用時像 你就用時像 不過我覺得這個 你想起都會覺得好笑 這宗 大醜聞是怎麼來的呢 是不是 很多人會有興趣 洪惠民 那麼厲害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高官 特別是紀律部隊的高官 那麼多都出席呢 那麼多立法會員出席呢 為什麼要攀附他呢 為什麼要那麼 對他來說好像 如蟻腐煎 怎麼會這樣呢 他有什麼那麼把炮呢 什麼前海 什麼手席 聯絡 什麼手席 聯絡官 人大代表 為什麼那麼厲害呢 那麼多人都一定要去 這都是令人 達之不得其解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很重要 其中 大家記得 都是這個星期初的時候 這個生日宴 完了之後 就有一些 立法會議員 包括這個梁坤燕等等 上去 深圳 就見這個 這個港澳辦的主任 夏寶龍 夏寶龍對他們這個再三的 循循善友祝福他們 你們千萬不要做橡皮圖章 你要對特區政府做一些 誠懇的監察 要提出意見 不要做橡皮圖章 舉手機器 其中有去的 那個叫做 何君堯 有去深圳 去完這個生日宴之後 就上去 去深圳就見 夏寶龍 近見夏寶龍 近見這個不對 近見皇帝 他只不過皇帝底下 一個大神器的主管 這個廣告示威大臣 何君堯就 去見他 那究竟 會不會令夏寶龍有事 或者令到 沒有出席 這個 這個 受宴的其他立法會員 一起去議會的人士 或者其他的中聯辦官員 港澳辦官員 都會有事呢 他們是不是怕馬上去驗 我想他們都會每天驗 這真是大件事 我就說 這件事不單止會遷路於特區政府 林鄭月娥 所以我昨天說林鄭大鑊了 有些人說林鄭大鑊了有多大鑊 這件事大大鑊也沒事 2019年那些 找一些維穩部隊出來鎮壓了整個社會運動 這班人可能會有功勞 但這次你把病 惹開他惹上去的話 幾多個頭都不夠用 不單止對林鄭 不單止對紀律部隊 現在幾個紀律部隊包括 警務處長入境處長也有去 警務處長才大鑊 包括這些所謂西環契仔 都去 影響大到甚麼程度 昨天林鄭 說明 對徐英偉很失望 說要對他採取行動 對這班官員 不過他就不承認 這是他個人的責任 是林鄭的責任 是徐英偉自己的個人行為 讓網友笑 他對國泰 機裝服務員 不可以說只是他們的個人行為 作為主管你需要負責 譬如我做特區首長 我也要對特區的事務負責 今天就說這是他個人行為 當然是他負責 官場就去討論 究竟對徐英偉 所謂懲處他 採取甚麼行動 我稍後 詳細說 第二節 因為我怕這段影片太長 也引起官場的議論 紛紛 第一點我一定要說 就是歐家宏 歐家宏是入境處長 OK 在這個賓客裏面 亦有一些違反了抗疫的規定 我不先說其他 歐家宏 林鄭在記者會裏面這樣說 據政府內部調查得知 有10個官員出席洪惠民生日會 有9個人都能夠透過安心出行 出入場所的記錄 政府司機紀紀錄 法拉通的紀錄 確定離場時間 10個 有9個可以 唯一 一個做不到 那個叫做 入境處長歐家宏 未能抗疫 於是個案很複雜 林太引述歐家宏 當晚是9點半後才到場 其中一個患者是9點半後才到場 她又9點半後才到場 她沒有到餐廳主要部份 而餐廳有室外有室外 然後 林鄭再三強調 這個情節是她自己說的 沒有人知道的 那麼多人百多人 出場又怎知道幾點到場又沒有錄下 是不是 至於 歐家宏是否屬於官方定義的密切接觸者 當時還未說 由衛生服務中心判斷 衛生服務中心說 是 全部都是 好了 問歐家宏有沒有用安心出行 林太 當日沒有回應 有官員是這樣說的 他說歐家宏沒有進入飯店裏面 政府會調查歐家宏當晚身處的位置 而根據歐家宏的司機紀錄 歐家宏當晚是9點半到10點離開座架 在現場逗留了15分鐘 特首辦了解 究竟有沒有用安心出行 未達 現在說9個有一個拿不到這些證據出來 那就是他 是不是 喂 大家記得 最近又拘捕人 說你用什麼假的安心出行的截圖 那樣那樣就拘捕了 叫做虛假陳述 坐得監 不止一個 食肆違反規定又要停晚事 現在沒有晚事不能做了 十四天 七天 現在這個入境處長 紀律部隊的頭 喂 知法犯法 你進去不安心出行 進去餐廳一定要吐 你不吐 有沒有填紙仔 肯定沒有 如果有填紙仔你會看到 是不是 有沒有填紙仔 沒有 有沒有吐 安心出行 那是不是犯了法 犯了法是不是 要給他告票 是不是要罰他款 是不是要 甚至要檢控他 有沒有 這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 大家記得歐家宏 什麼事 和這個已經退休的海關關長鄧以海 保安局的副局長歐志光 又來了 他最喜歡吃飯 就說去年出席 3月的時候恆大高層的飯局 被違反限聚令 還有入境處都很多醜聞 是吧 又收恆大高層的貴重 這個禮物盒 燒過3000元 政府會不會追究 應不應該追究 會不會追究 這個 上次恆大那件事 送這個去吃飯那件事 說沒事吧 林鄭和他們擔保沒事的 他們 看到鮑魚就走嗎 然後入境處 高層收售這個 貴重禮物盒有沒有追究 他們說了 他們 申報了 情報了 有沒有事 暫時來說有沒有看到任何的行動 沒有任何的行動 看不到有任何的行動 其實中間發生什麼事 還有 還有就是 其中一個 除了37歲 37歲的 又說是少女 就說在晚上9點半到10點15分到場之外 還有另一個 就是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的一個節目主持人 6點到8點到場 離開過然後9點半就回去了 於是就變成了兩個初步陽性的接觸者 於是 於是在這個情況下 衛生 的衛生署的衛生防護中心的總監 徐樂堅就說 陽性的個案在1月3日 晚上9點半後到場 初步確診的個案 在6點到9點半的時候離開 即是到一場離開 於是6點到場9點半離開 即是說 6點開始 到9點半 9點半後 全部都有機會 接觸 這班崩下 所以為什麼170人 全部列為緊密接觸者 然後 需要檢疫呢 原因就是這樣 我覺得很科學 從這個角度來說很科學 清清楚楚這個做法 現在香港電台的普通話台 就是 驗到這個個案的節目主持人叫楊子 楊子經 楊子經 令到整個香港電台要撤離 去消毒 我覺得不單止 政府總部 立法會 香港電台也要進去捉高灣 穩陣一點 反正都是這樣 進去捉高灣 去做這個 檢疫 一路檢疫一路做直播 我認為都相當不錯 現在這一班 包括 包括 徐英偉 包括 熊維文 包括其他 政府官員 都發了一個聲明 道歉 其實道歉 又有沒有用呢 道歉是不是就等於解決這個問題呢 是不是需要對他們採取更加嚴厲的行動呢 這件事的影響 有多深遠呢 我覺得不單止對林鄭 試圖會構成很大的影響 我自己覺得對其他政府官員 包括徐英偉 是不是應該 炒他呢 因為在官場裏面有一個討論的 有些政治異議 就是這樣說的 對於林鄭來說有些兩難 因為他任期了半年 即 不炒不足以平民份 這個是官場裏面的說法 不炒不足以平民份 但是 炒了那要找誰來做呢 這半年 原兇他 林鄭應該是 要 表示你管得好這班官員 你有權威的 所以 在官場裏面的傾向 即是政府高場裏面的傾向 是要立一個 下馬威 要借徐英偉的人頭一用 以示 管得好這班官員 所以就說有機會炒和 有機會炒 好了 葉劉 我覺得因為他沒有去 不過他的副主席有去 也是立法會議員 他接受訪問 在商台的八卑一 情郎那裏說 主持人問他 徐英偉是不是要問責下台呢 那麼 葉劉就說 是不是立即下台就不想評論 不過一定對他影響他的政治前途 官員應該怎樣應對這些邀請呢 葉劉就說 你到場祝賀一下就走啦 吃飯就無謂啦 官員很忙的 我們以前下班回家就要看文件的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這麼空間到處去呢 徐英偉哪方面做錯呢 他很晚才去 不知為什麼 這麼晚才去 又沒有戴口罩又緊密接觸 很疏忽 在疫情下 不要害理政府 不要害理社會 你知道葉劉 好像不關他的事 他的政治前途是否畫了句號呢 葉劉就說我不敢說 不知道下界特首哪位 可能很喜歡他呢 言下之意 下界特首 不是對徐英偉很失望的那位 那位林太 林鄭 777 不知道下界特首是哪位呢 可能很喜歡他呢 為什麼他覺得他不用下台呀 這個就葉劉說了 他任期剩下半年 少過半年 找人不容易的 你叫搬他做 如果你是特首你會怎樣做 我希望不會發生 他這麼多應酬把鬼嗎 收禮物做什麼 平時在家看文件做政策研究和落區好多 即 即是足以下台 我可以說 葉劉說 我可以說多嚴重 主持又問他 你對林鄭的回應怎麼看呀 他被夥記連累的政府應該 提官員不必要的應酬你就無謂去了 我去的那些是跟公務有關的應該提他在家 看多些文件 做多些政策研究和落區 那些部隊都有去 你看到那些人終於請幾類部隊首長 你不怕 不見他請食環署 可能挺好笑 那些部隊又很受歡迎 他們管轄了很多條例就更加要檢點 廉政專員也要減少應酬 警務處入境處廉政專員 因為中央喜歡幾類部隊 覺得這班人是自港人才 於是 就要請他們部隊去 你拆好鞋子 你拗我背著我背著我背著你拆好鞋子 越來越這番說話 不無道理 當然不關他事 不過他也沒有說到 字幕主持人說 那麗洞國又怎樣 即使你這次 去祝賀一下就走 為甚麼要吃飯呢 吃飯就很無謂 除了口罩 吃飯就很無謂 現在不是喔 去祝賀一下 那些人很早逃走的 都有事 連去都不應該去 連搞這個生日宴都不應該搞 是不是 問題就是 為甚麼會搞這個生日宴 為甚麼會請這班人去 為甚麼是逢請就必到 這一點我就覺得 即是你看得到 那個 政官雙之間的關係 我名單未公佈了 除了現在 政府官員也好 立法官員也好 其他的關係 究竟是怎樣 傳媒人又為甚麼要去 這個又不奇怪 香港電台 這是普通話台的 我覺得也不奇怪 這個就是看得到那個 今天這個 新常態下 香港的政官商那種關係圖 那種醜態白出的情況 想起 睡著覺都會笑出來 你待會回來我就會說一下 究竟這個生日會 觸犯了甚麼 法律 是不是官方要追究 我覺得不追究的話 真的不足以平民份 因為你對其他人對香港市民那種嚴厲的程度 對那些 小店對那些黃店那個嚴厲的程度 你告訴我發了多少告票 是吧 為甚麼對這班人不採取任何的行動 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 就對這100萬人全部採取行動 發告票給他 罰他錢 五千元 違反那麼多的規定 是不是都應該這樣做呢 回來再說 我來看你 我來看你 有一點 我來看你 我來看你